他放那個 沒辦法啊 臉要起來啊 臉要起來 你是一隻狩獵的 膝蓋力力 屁股 屁股 身體很差 你也好欣賞喔 你很兇 左手往前伸 左手往前伸 對對對 知道女生有多辛苦 有點兇 屁股要翹 壞 妳很壞 這個趴在地上來一下 趴在地上來 太厲害了 趴在地上 先脫再脫 先讓他趴一下 先讓他 不是 趴一下 大爺趴他一定很會啦 大爺你先趴一下 大爺那個 狩獵的爆啊 他這個一定 給他看看 哎呦 他不不錯 他這樣 他這個快 哦 哎呦 來 氣線好足哦 來了 一二三 苦神猴的耶 手一前一後 手一前一後 對 本身有另外的味道 妖心 哎呦 狂眼 大爺來 起立起立來 不習慣 擺這個pose的感覺是什麼 他們那個屁股 就是如果沒有 偷筋我可以跟他們姓 說真的 因為那個 太難了 而且那個大腿我覺得 真的要先拉筋 有沒有 要不然真的會 是不是 會有運動傷害 我以為只是這樣子 我以為只是這樣子 可是沒想到大腿這條筋超爽的 對 要這樣拉 要這樣摔 要去 嗯 所以現場沒有大家想像的 那麼香艷火辣刺激啊 其實是很多在練功 對不對 沒錯 很辛苦的 好 再次謝謝我們的攝影師 不過當然其實在 很多人用比較藝術眼光欣賞的同時 還是希望這些女生可以保護自己 對 因為像Kitty好像 你說那時候有碰過攝影師 說要幫你塗乳液喔 然後她就說 那個你背後的那個皮膚好像有點乾 然後就要幫我塗乳液 可是我覺得 就是其實想光打下去根本就 皮膚看起來就是白白嫩嫩 根本不用塗什麼乳液啊 嗯 然後我就說我自己可以 然後說沒關係 我就稍微幫你用一下 就覺得說她好像做這件事情 並沒有什麼不對 就覺得我很專業 我只是要幫你讓那個照片呈現更好 可是根本沒有那個需要 然後害我就是當下真的很尷尬 那你不能說我自己塗嗎 有我就說我自己塗 他說沒關係我稍微幫你用一下就好 他就覺得就是 就是他就是要用就對了 哎呦 然後他就塗了一兩下之後說 沒關係我自己來我自己來 結果趕快閃 這個其實要問一下那個 聽說好像在你們有時候做這樣的外拍的時候 也有人有被強暴嗎 嗯就沒有到被強暴就是 他跟那個攝影師他是單獨拍的 然後他們就是在一個攝影棚裡面 然後那個攝影師就是想要對他就是 就是想要強暴他 然後那個女生就一直抵抗 抵抗一直說不要 然後後來那個攝影師就跟他講說 那那你讓我摸胸部五分鐘我就讓你走 蛤 結果他有讓他摸嗎 結果欸 就只能讓他摸不然就要背他 那個攝影棚裡面就只有他們兩個人 攝影師跟model 今天這個女大聲看了之後 有沒有人也想就是這樣拍照的請按圈叉 音音不想 我覺得尺度太大了耶 OVER 可是你的比例拍起來一定很美 對啊其實你只有喝到 可是我又沒有他們那麼好的身材 這集錄到後來 剛剛大家都是這個熱血沸騰 後來有兩個人的燈已經熄了 你看 那個攝影已經錄到 你知道嗎 爆破表 你知道嗎 我覺得不要中風雨衣 好啦不管怎麼樣 其實青春當然是美好 但是還是希望這些女孩子要懂得保護自己 留下美好的記憶 好嗎 再次謝謝 謝謝